香港回归以来的发展是非常的蓬勃 我们的股票市场的市值当时候才三万多亿 现在已经四十几万亿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前期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媒体采访 他表示回归以来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获得长足发展 但一路走来并非坦途 香港曾多次面临危机 之所以能够顺利度过离不开祖国的支持和帮助 回归以后碰上亚洲金融危机 后来也碰到比方柯王谷的爆破 也有2008年的环球的金融海照 这些我们都一一度过 这个过程里边 国家给我们的坚实的支持跟帮助是最重要 我们经历2019年的黑豹 通过香港国安法的立法 通过了2021年的这个完善选举制度 能比较好职重经历 搞经济 搞发展 改善民生 从行政立法关系 也可以说呢 是一个比较良性互动 所以在回归25年的今天 我们觉得呢 我们是进入香港发展的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是充满期待 新冠疫情为香港未来经济发展 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 香港如何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陈茂波表示 香港的制度优势及竞争力没有改变 尤其是香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多项数据表明投资者对香港充满信心 未来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呢 还是离不开国家给我们的政策跟支持 在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以下 有些时候呢 对香港有一些不敬不时的一些报道 甚至于呢 一些对我们很偏颇的一些批评 但是呢 这个不能改变我们这个制度优势 跟我们这个竞争力 2019年 2019年底呢 在香港银行的这个总的这个传款 大概13万亿左右 2021年年底 这个银行传款是15万多亿 如果说以国外或者是内地 作为总部的在香港的这些公司 去年是9049家 这个呢 是历史新高 在香港的初创企业是3700多家 也是历史新高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是感到非常乐观的 近年来 在粤港澳大湾区大背景下 香港金融市场与内地的互通互动 不断加深 2021年9月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试点启动 陈茂波将其形容为 大湾区资金互联互通的里程碑 他表示 未来会有更多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的产品铺开 比方符合资格参加的 这个投资者的范围能不能再扩宽一点 从这个投资产品方面能不能再丰富一点 这个呢 是我们是充满期待的 往后呢 在互联互通这方面呢 我们觉得可以做的东西还有很多 主要原因呢 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不断提升 这个竞争力很强 所以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呢 他在他的资产分配置方面 他的权重比例呢会增加 我们觉得往后呢 再推出一些 显身工具 管理风险这个产品方面呢 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金融业作为香港的传统产业 一直以来在香港的经济增长中 占有较大比例 陈茂波表示 为改变产业单一局面 此前特区政府致力于培育新兴产业 当中创新科技的产业生态系统 已日渐成熟 未来有望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为了吸引更多境外的人才来香港做科研 我就博了100个亿要做这个创新研究 现在呢开了28个这些科研的实验室 我们呢也增加对在香港的国家级的实验室跟科技研究中心的分中心的博款 希望在这方面呢增强这方面的这个科研的投入 此外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外亿储备里边也拿了一点钱 这些钱呢要投进我们的创科产业 投进大湾区里边的企业 最近我们看了一下呢 在社会上在创科这个氛围也好多了 只要继续在这方面努力的话呢 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 感谢观看